终于可以登机了 每个人防护的都很好 你看所有的空姐都已经看不到她本来的样子了 每个人的身上都写着多少号多少号 然后方便他们同事之间去辨认 现在我已经坐到了我的位子上 从我的窗户往外望去 后边的人正在陆续的登机 每个人都是需要测两遍体温 37度以下才可以登上飞机的 然后很多人因为穿得太厚了 戴着护目镜 有的戴着两层的口罩 穿着防护服 所以造成就是身体的温度特别高 很多人都是测了三次四次 甚至五六次的体温 然后脱了好多衣服 不停地在山峰才能登上飞机 12个小时以后 我们顺利落地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现在我正在安排填入境申请单 自动摄像测体温 然后淹室子的核酸检测 然后去行李 这一切都特别特别的顺利 井井有条 机场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 每个人都跟我讲 欢迎回家 非常遗憾的是我的行李 三个托运的一个都没有找到 但是一点也不妨碍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现在是夕阳开始落山了 心情很好 然后机场上特别多的120急救车 等待救援飞机上下来的那些发烧的人 然后大家取完行李后 大巴车会一辆一辆地 把大家拉到需要隔离的那些酒店 现在呢我也顺利地上了大巴车 然后是警车在前边开道 大家都非常的遵守秩序 然后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 尽力地把这些流程啊 手续啊 把这些时间缩短 让我们能尽快地到达酒店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 心情还是很愉悦的 因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们的心是踏实的 我们终于安全了 还是要说感谢祖国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辛苦付出 此时窗外的夕阳很美 车里边静悄悄的 大家都有一点点疲惫 希望未来14天的隔离生活 我们能一切顺利吧 大概走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天渐渐暗了下来 我们也到达了酒店 首先是下来的时候 是先把所有的行李工作人员 每一个都仔细消毒 我们现在栽在车上 因为当时天气特别的冷 风很大 工作人员考虑到我们都穿得很厚 下来会容易着凉 所以他把每一个行李消完毒之后 是谁的行李 谁再下来领东西 很遗憾的是 我的一个箱子都没有到 所以我才为我后边的隔离生活 其实有一点发愁呢 消完毒之后 我们拎上箱子 然后取钥匙 取完钥匙就开始进酒店了 这是我的酒店房间 酒店位于天津市宁河区的 隔离豪泰酒店 环境呢还算可以 就是一般正常的快捷酒店 我看了一下 房间里没有浴巾 但是有一个袋子 里边有一些简易的生活用品 反正应付生活 还是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的 现在看看袋子里有一块毛巾 因为浴巾呢 那些其他的酒店都收起来了 这是临时给的东西 预巾香皂纸杯 还有 还有那个拖鞋 梳子牙刷 基本的这些生活的东西 算是全了 对 还有一个消毒片 然后还给了一个小喷壶 随时把房间的东西 自己都要削一下毒的 去发热门诊的路上 入住酒店的第二天 我开始发烧 体温37度 酒店隔离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说这个体温必须去发热 门诊检查 人生第一次坐120救护车 内心特别的忐忑 紧张 甚至连肌肉都是紧绷的 特别特别的害怕 但是我努力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因为我知道我越紧张 我的家人更害怕 所以我要让自己马上 很快冷静下来 也一直自己敢安慰自己 在飞机上 我防护的那么严格 不敢吃不敢喝 就是怕被别人传染上 所以我坚信我自己是没事 退一万步讲 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 我也不害怕 因为我在自己的祖国 有医院 有医生 有那么好的医疗团队 一定会没有问题的 但是此时此刻 胃力还是翻江倒海的 胀的难受 马上就要到医院了 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到医院了 发热门诊的隔离房间 刚刚给我做了CT 和血常规 检测没有大的问题 血相有一点高 大夫说是细菌性的感染 谢天谢地 只要不是新冠病毒 其他都好说 四个小时以后 核酸检测出来了 阴性 现在正在打点滴 真的是虚惊一场呀 行李找到了 然后生活更方便了一些 身体也在慢慢恢复当中 日子似乎越来越好了 现在的体温基本上没有超过37度 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能体谅大家 我就经常把收到的盒饭 然后自己加一下热 然后今天的饭是我自己熬的粥 然后还蒸了一个鸡蛋羹 然后还有我自己带的泡菜 其实吃得很舒服的胃力只要舒服了就不容易生病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隔离期间吃的最好的一顿 然后因为现在酒店可以交外卖了 所以我点了肯德基 还有这个季节最新鲜的虾耙子 因为身体刚恢复 我只吃了一点点 吃完饭打扫卫生 然后就开始下午我的追剧时光 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我的隔离生活了 希望我能一切顺利平安到家